那是桃園中立市的这一处请聚展场 所有展示的商品呢 竟然是在一个晚间就被小偷全部搬光光了 而且还雇用了搬家公司哦 用了30公里来到新竹 那么嫌犯呢更租下了店面 打算呢光明正大来出售 所幸呢警方是及时拦截 那么现在窃贼呢 因为知道消息走漏 已经下落过敏 业者和工人进进出出 忙着将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请聚商品 一代代搬上车 我们就是做外拍厂啦 做完外拍小姐下班 晚上全部的货都不救 才在桃園中立拍卖五天 价值百万的商品却全部遭窃 心急如焚的业者 看到被偷货品总算找到 这才放下心来 他们查是人家找那个搬家公司 来搬的搬来这边 直接用搬家公司的搬走 对啊 他知道是谁搬的吗 现在还没查出来 请聚像山丘一样堆满店面 园警在外头仔细搜证 警方调查 嫌犯找来搬家公司 把原本在桃園中立的请聚商品 直接从展场运到新竹 二十号租啦 他昨天搬 二十二搬进来啦 二十号租啦 二十一二搬进来啦 哇他等于是有预谋的喔 不了解 不会很了解 现在资料好像听说都假的 什么资料 资料这里还没登记 要等明天稍微开幕 明天登记 嫌犯似乎早有预谋 上星期就在新竹租好店面 准备要将赃物拍卖 虽然找到赃物 但偷东西的小偷 却不见人影 警方也将持续追查 这批窃贼的下落 中天新闻和孟前静云 新竹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物